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我们带你探索的焦点是最近最夯的团购美食 两年前从台大硕士班毕业的七年级女生顾伟 她抛开了自己的高学历 投入天然手工果酱的制作 坚持选用台湾的在地水果 足迹是踏骗了全台湾 这个果酱产品三个月内急速的窜红 去年她打铁趁热推出了天然水果软糖 浓郁果香让人欲罢不能 现在这个软糖也成了坟领族 最流行下午茶的超夯零嘴 这个是彰化的香蜜疤 我们选用的是彰化的香蜜疤 因为我们不要加香料跟颜色 所以我们必须用手工 台湾的水果大部分大家都觉得 因为水果已经种太好了 所以大家都吃新鲜水果 虽然有食材 可是台湾的加工品的那个就是很少 就是果酱啊 软糖啊 或者是不管种种的 因为大家觉得那个水果写天气好 实际上没有求中发展在这个方向 两年多前 秀出水果加工品浅尝的庞大商机 台大硕士毕业的青年级女生顾伟 一头栽进了手工果酱的世界 坚持学用台湾在地特色水果 顾伟和一起创业的伙伴 足迹踏片全台亲自采购 开卖三个月随即串红 去年更打铁趁热地研发出果香浓郁的软糖 一推出就成为上班族口中的超行小铃嘴 在外面的就感觉好像交加很多 就会那种QQQ的 然后他们就是感觉就是真的很果汁 就这样子就不会感觉糖很多 这样就吃下去 然后嘴巴就会很腻 它不会那么的软 它有一点角度 嚼劲这样子 小小一科貌不惊人 却一度创下了两个星期 就热卖五百罐的惊人记录 美味的秘诀 从水果就已经开始酝酿 凤梨软糖坚持严选 来自台南高平所产的开阴种凤梨 金钻凤梨的酸是 它不是酸香 它只是口感上的酸 可是土凤梨的酸它是酸香 就是它 就算你吃不到它的酸 可是它的香味是酸的 凤梨打成果泥接着下锅熬煮 这才是功夫的开始 60到80度的温度 40分钟细火慢煮 持续搅拌寸不不离 是不添加香料 果香依旧的主要关键 通常机器在做完之后 因为它花的时间很长 它食物本身的味道会减少 食物因为长时间的烹煮 它是会减少味道的 所以它们才会在做完之后 才去加香料跟颜色 那我们呢是因为我们不要加香料跟颜色 所以我们必须用手工 不只是手工制作 组织工具也有所烤旧的选用 导热快速且均匀的铜锅 因为铜的加热的传递能力 比别的星属还要好很多 所以我们才决定用铜 同样的你如果这样子形状的不锈钢 拿来煮水果 第一个是水果会先浇掉 然后它才会渗水 可是你用铜的话 水果可能会先渗水再浇掉 同时为了力求天然 不添加带糖和吉利丁 只用勤苹果萃取的天然果胶 则是师傅和顾伟的另一个共识 一般在外面商业用的 它加了带糖加了果胶 它还会再加吉利丁 因为这样子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它都可以成型 所以基本上你要做尽量自然的水果卵糖 是有一些 怎么讲呢 现实上商业行为来讲不是很好的条件 对 因为没有人想要吃砂糖 可是你不用砂糖 你用带糖 你就势必要加吉利丁 糖度控制在62到65度 酸度得压到PH3 才能让软糖在没有吉利丁的辅助下快速成型 而柠檬汁成了最天然的PH值调节剂 煮至时辰进入尾声 凤梨果泥也越煮越稠 锅底细微泡泡刮厨时的沙沙声响起 像是预告着起锅时间已经逼近 起锅倒入铁盘 还得静置一晚后再硬干三天 然后就摆一个晚上它凝结 隔天要翻过来让它硬干 最后切切完还要再硬干三天 才可以卖 前一天晚上的草莓软糖切丁后裹上砂糖 面对排盘在硬干三天进行后才能装罐 考量配色也考量客人能够平均地吃到各种不同的口味 一颗颗小心翼翼地放入玻璃罐中 芭蕾 草莓 奇异果 葡萄千片文化色彩繽纷 感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它的芭蕾味道真的超香的 会想要一颗接一颗的感觉 对啊 会真的配茶很好吃 那种自然的那种果香味 不会像一般的那种外面卖的糖果 那种软糖是那种就是好像是 不是天然成分的那种香气 然后口感是还蛮Q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配个茶的话 甜度刚好OK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事情是 然后你有兴趣 然后你真的觉得它 你做它的时候很开心 你做好的东西给人家吃 你用好的食材去鼓励好的农民 对 然后那个做的时候自己吃得开心 别人吃得开心 对 那我觉得 当你都找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你努力 就是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你不会做 抛开台大高学历的光环 投入另一个世界 无论是水果还是果酱 从一无所知到用心研发 半年耗尽三四十万的存款 也在所不惜 青年级女生顾伟坚持做自己 个性就像她的一头短髮 俐落果掘